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曲荣江 选战最后五天 蓝绿白在最后黄金周六日 都有大型的造势活动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昨天举办大游行 参与人数超乎预期破15万人的记录 身世超越八年前的柯文哲 那国民党是在周六晚间 集合白北基陶竹苗的七线市长 举行大团结造势晚会 那白银的高鸿安以及黄珊珊 是分别在周六日举行造势晚会 其中高鸿安又爆出争议 他号称有75位的里长力挺高鸿安 但有多位里长抗议 明明没有受邀 也没出席 却被列明 名单不止灌水 名字也打错 就被质疑了 为什么要骗呢 还有高鸿安竟然邀请贪污定业的 前新竹县长范正宗上台助讲 沈慧宏就说 这是史上最荒谬的奥包 让范正宗在台上造谣抹黑 而高鸿安还高喊 当选后要实现郭董的愿望 原来高鸿安当市长 是为了郭台铭 不是为了新竹市民 怎么会毫不避讳的政商关系呢 那郭董的愿望又是什么呢 还有四叉猫爆料 高鸿安在群组贴 宣董的私讯 对照A助理爆料宣董要过的法案是什么呢 高鸿安都在为财团服务吗 那他会不会不照顾新竹市民呢 尤其新竹市是护国神山企业群的所在地 他会不会连这些都出卖呢 那联电创办人曹新成就说了 票投国民党就是为中共统一铺路 别以为地方选举跟国家安全无关 县市长是民房的指挥官 他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还是认为两岸一家庆 只要不台独就不会有战争 讲万人说抗中保台是鬼故事 抗中不一定保台 这些人是在松懈台湾人的意志吗 如果蓝营选上一堆的县市长 当选之后呢 又联媒去中国访问 那全世界会怎么看台湾 欧美国家会认为 台湾还需要保护吗 这会不会让台湾反而陷入危险 让中国认为可以发动其袭 收复台湾呢 县市长选战的结果 对台湾有何影响 特别是首都台北 以及护国神山所在地的新竹市 对台湾未来走向 有何关键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节目中 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难得邀请的 联电创办人 曹新成董事长 大家好 董事长好 好 这个曹董 今天会来帮我们分析 最新的局势 以及抗共保台的必要性 再来我们介绍 这个也是共同参与的来宾 还有资深媒甜 邱明玉 大家好 以及时视频的人黄一忠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甜 吴国栋 大家好 再来是台湾智库策略长 王毅川 大家好 资深媒甜 王时期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 许清皇 大家好 我们先来关心 曹新成董事长的最近 全台演讲 也帮绿营的候选人站台 我们看到 这个曹董 包括到桃园 苗栗台中 还有台北 以及新竹等等 那当然我们也看 蓝眼的声势打得很响 他们用各种的造谣抹黑 来增加对民进党的仇恨感 反而是那个最大的威胁 中国不见了 所以呢 这一次的县市长选举 跟主权国安无关吗 这要请教曹董事长了 如果票投国民党 到底会对台湾 乃至于全世界 会如何看待呢 这样子 我在八月初 那个看到这个 培罗西离开以后 大陆对台用 用演习来封锁 那我说跳回来 我说要回来 看种保台 那么从八月初到现在 快四个月的时间 大概接受了 差不多三十多家的 外媒的采访 在外面都还是算蛮大的 像美国这个什么 ABC Bloomber NBC 英国的这个BBC ITV 还有Financial Time 另外 欧洲都有了 然后日本 韩国 澳洲 加拿大都有 那么 他们来访 都问一个问题 说我们看台海局 是蛮紧张的 可是台湾怎么好像 大家都 没什么 没什么感觉 对 我说这个问题很好 那我在想着 为什么会 大家好像 戒心很少 那我想应该是说 这个其实 中共啊 应该在台湾 进行这种 心理啊 或者这个 意见的这些 作战 已经很久了 所以应该是说 第一个它让台湾内部对立 希望基于对立的瘫痪 第二个 散布一些失败主义 投降主义 让你呢 大家好像 把中共的威胁 好像变成麻痹化了 所以这是蛮危险的 就是淡化了中国的威胁 对 就是让你麻痹 好像中国威胁不存在了 对 所以这是我们以前 武侠小说看了 说那个坏人要 要偷袭好人 先吹那个什么 什么软筋 什么麻骨伞 输软筋打 对 让你整个输软掉 台湾就是可能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 这个我是觉得蛮危险 那么现在比方说 拜席会之后 大家认为说 可能不会马上 中共渡海攻台 可是我是觉得 他们这种文攻武嚇 步步紧逼 它不会放缓 那我们国安局 好像国安局长也讲过 它会用这个 以战逼合 这个 好像以武促统 是 我相信它会 步步紧逼 所以你台湾呢 可能就必须要 处在一种 这个动员的状况 我们知道这个动员 两种一种行政动员 一种是军事动员 对不对 那么什么叫行政动员 行政动员就是说 你要把平常很散漫的 这些人力物力财力精神力 都要这个做一些整备 那么我觉得好像说 我们这个防疫 其实就有点像这个行政动员 防疫的时候说缺口罩 马上第一个 限制出口 第二个加强生产 这个其实都是 类似行政动员 那么现在 我相信我们未来几年 可能要经常处在 行政动员的状况 那现在问题是说 这个每个县市首长 它的这个位置就很关键 我们国内有没有做好准备 对 国外都在担心台湾的安危 对 那国内 而且这些准备 它有没有能力准备 还是说它只是 所以我本来这个像高宏安 蒋旺安这都小辈 我这个长辈 长辈比小辈 有点好像这个 就是有点这个 提醒他们 就是不太适合 可是呢 台 建于台湾这种情况 我确实认为 对这个地方首长 你要必须严格检视 不能说好像弄个 这个菜鸟啊 上来还在 还在一边摸索啊 然后尤其是没有做过事情 没有承担过责任 对 遇见压力的时候 他可能没办法承担 所以不得不啊 对这些这个各个县市首长 严加检视 那比方说台北市 我就对蒋旺安就比较批评的严厉了 对因为首都 对 你看首都啊 首都的市场的位置太重要 你看这是乌克兰啊 假如这个 泽兰斯基逃跑了 基辅市长逃跑了 乌克兰现在也不在了 对 因为他们能够坚守阵地 适于这个岗位共存亡 所以能够转为为安 现在能够步步反攻 步步胜利 所以这个首都或者这个任何县市长 现在台湾啊 都非常重要 抗敌意志要很坚定 而且要很能够 有能力进行行政动员 所以用这个比较严格的角度来看 比如讲万安呢 我昨天还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他其实很缺乏诚信 他这个在矽谷啊 基本上他这么没有多少年 他矽谷大概三五年功夫 他主要是在帮这个中资啊 在美国募资或上市 或者进行反并购 可是呢他对台北市民说 我有什么矽谷经验 我可以协助新创科技产业的发展 其实他在矽谷没有这方面经验 所以他就涉及欺骗嘛 然后然后你到底矽谷经验是什么 你服务哪些公司呢 他实验不讲 隐瞒 等到人家把它找出来 说你这个都是中资的 都是老传统产业中资的 而且他办的这个案子啊 大部分后来都有涉及违规违法 对 所以这样的经历 你隐瞒不讲 吹牛 那么人家把它这个揭露出来之后 他就反咬说你抹红了什么之类的 对 这个非常需要诚信啊 所以我昨天写篇文章就说 台北市民要注意这个 讲完的诚信问题 对 因为我们如果是在要行政战备 你一个首都市长 你讲话不老实 隐瞒啊或者欺骗啊 或者是这个喜欢这个 就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啊 在这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所以他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是有点暧昧 对 特别他讲抗中把的是鬼故事 抗中不一定能保台 对 他们第一个他拒绝说签署不团承论书 其实不投的承论书 这是很弱的啦 事实上应该要跟职位共存亡 那么你不欺骗的话 那你说啊 这个我也是保护中华民国 可是他接着又说 我是依据一宗宪法 这个现在台湾的情况 你去提一宗宪法 那么基本上我们过去一宗宪法之后 你要去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能让中华民国存在 两岸只能容许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存在 对不对 所以你讲一宗宪法 你不去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 变成说是 你要来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灭中华民国 对 那么你这个一宗你搞不清楚 然后你说 我要保护中华民国主权 那么你有反对台独 我们知道主权跟独立是不可分的 对 有主权才有独立 有独立才有主权 那么你既然说反对独立 那就反对台湾主权 那你怎么保护这个中华民国呢 对不对 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像比方说这个北部 所有的地方首长 统统轮住这个蓝的手里面 他又反对台湾独立 对 他是赞成这个消灭中华民国 那你说这个对台湾的将来的这个防备 对 该怎么处理 对 这非常麻烦的问题 所以我真的希望选民大家考虑 这真的是国家面临危急存亡之秋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担心台湾的安危 那现在就看这次的县市长选举 到底会选举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那还要继续请教曹董 因为你刚刚提到首都市长 讲完为例 那再来就是新竹市 这次也成为全国关注焦点 新竹市是护国神山企业群所在地 那如果是碰到一个亲中的或说不知道如何去捍卫我们台湾 以及新竹市的利益 可能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高宏安你做一个新竹市长 那我是觉得如果是他要来做行政动员或怎么样 可能他的很多的想法观念可能没办法承担这个责任 为什么说呢 你比方说你高宏安问你说你论文虽然抄袭 你就说我没抄袭就好了 你干嘛说我学历很高 我不会抄袭 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学历高的你怎么会 学历高的说不定更懂得抄袭 就比方说我家有钱我不会投钱 所以这个逻辑有问题 那么逻辑不行的话 表示很多事情 因果没有搞清楚 因为我搞不清楚的话 那你很多事情就办不顺畅 所以我是觉得 基本上我觉得他能力是有问题的 我们常以为说我们念书很多 学历很高就是能力等于能力 其实是错的 那么你看马云九他也是这个什么哈佛博士 可是他讲这个一中可以各表 就非常不合逻辑 一个中国怎么可以容许两个中央政府 各自表述其合法性 如果一中可以各表就变两中 所以一中各表 大陆当然不会跟你同意 那怎么会有共识呢 所以一连串下来 如果他不是在骗的话 那他脑筋真的是糊涂了 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学历很高 拿了博士什么的 脑筋不清楚很多 学历高不代表能力高 所以这个新竹选民可能要 也是要看清楚一点 曹总您对科技业比较了解 就是科技业在新竹市 如果比较亲中的人去当选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也就是新竹市会成为一个中国的破口 因为中国现在的晶片 我们也了解是非常的惨的 被这个美国制裁 那有可能中国长驱直入到新竹市吗 成为他一个可以从台湾这边 截取人才 然后偷渡到中国的 变成一个基地吗 科技重镇 万一如果遭到这个 中国的飞弹火箭攻击 那你怎么样说 做适当的这个保全 疏散 怎么样保存科技实力 这个都是涉及行政动员 或者军事动员的领域 还是一样一个能力的问题 经验的问题 年纪轻轻的 没有承受过压力 没有承受过这个 没有经验 你看高官动不动就哭 飞弹打过来 光哭是不行的 这是很危险 所以我认为说这一次 我比较相应老鸟 要有经验 能够证明他承受过压力 不会这个 动不动就好像 觉得很委屈 然后这个好像要找什么人 当靠山 这个是要 不是错就推给别人 习惯性推给别人 真的危险 真的危险 我说这个 一个蒋湾 一个高红湾 台北新竹 叫到他手里 可能非常不安 可能会危险 或是风险会非常高 因为没有办法面对 中国中共这种侵略性 非常强的这种 这种独裁的政权 前往怎么看 因为新竹这次大家都关注 那高红安 现在大概应该也是 这个所谓的三足鼎立 对啊 那怎么样看待 或说你可以请教曹总 怎么样看待高红安这样的一个角色 真的如果当了新竹市长 曹总很担心一个没有经验 能力的人 恐怕不足以勘当大任 我再具体的描述一下 刚刚曹总所讲的 如果你去想一件事情 这个新竹市 假设遇到了飞弹的攻击的话 那你觉得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接下去其实要面对的 就是你这个新竹市长 他要处理民房的部分 那民房部分 至少有四个项目是要面对的 第一个是医疗的部分 因为你遇到攻击之后 一定会有人受伤嘛 所以医疗你要做处理 第二个是什么 是你一定会有救灾跟救火的业务 第三个是你会有人员要做疏散 第四个你是有比如说资源 像食物什么 这些你要做处理 那这些都是必须要很有条理 跟很有逻辑的去规划 跟处理的事情 再加上除了这四个之外 你还有一件事情 是要处理的 各位去想一件事情 园区如果遭到攻击的话 那你这么多科技厂商的设备 在里面 请问你要怎么去保全这些设备 你看这一件事情 在之前我们的政府 有做过规划吗 我相信应该是没有 是没有模拟过 遇到攻击了之后 后面这几个项目要怎么做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这个一旦发生了之后 你如果没有相当的经验 跟历练的话 你很难把这几件事情 都做得很周到很完整 所以在这边想要请教曹董的是 你认为如果是 这新竹现在这三个候选人 面对刚刚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您刚刚所提到 如果一旦遇到飞弹的攻击 或是遇到金色的冲突的话 那这三个候选人 你认为谁才能够 比较适当的扮演好新竹市长 应该扮演的民房的角色 当然从比较 要从有经验 你做过事情 年纪也大一点 起码承受压力的能力大 当然是沈辉宏 他是副市长 叫他来做 有行政历练 对 有行政历练 那么而且各方面 人头也熟一点 市政的运作 他也比较清楚 那你真的 你不能弄一个 这么年轻的 没做过市政 来应付今天这种 比较特殊的情况 很危险 大家不要冒这个险 那你看台北市当然是 你台北市你不 陈时中 今天等于防疫大成功 是不是 尤其是在 在国内 这个蓝鹰的人 天天扯你后腿 天天找 陈时中麻烦 找你麻烦 陈时中能够应付过来 今天我们已经走出疫情了 所以我们要做事情要看结果 不要看过程 是吧 比方说你是有什么糖尿病 高血压或者过度肥胖 你找个医师 医生对你很严厉 帮你把这个病解除 才是好医生 医生一路的那个 这样讨好你 那这种好医生就很 这个医生很成问题了 所以今天陈时中 他证明他可以 把防疫做好 而且我也在讲 台湾的防疫成绩 他全世界是 九十分以上的 对 是不是 那怎么会 大家把它捂兵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 今天如果说台北市 台湾防疫的重中之重 要长得最有今天的长官 就是陈时中 没有别人比他更行 那你今天不选陈时中 你选个讲话 真的拜托 很危险的 很危险 讲话轻飘飘的 什么事情 这个不面对问题 从来不敢这个 针对问题解答任何事情 马上就是 就是反咬一口 这样子真的是 所以说我说这个 我身为台湾市民 我必须要表示 如果讲话上来 我严格 真的不安 不安 曹总表达这个忧心 如果说是高黄安 或是蒋万安 这种比较年轻 没有经验 主要是碰到危机 因为陈时中是处理 包括这COVID-19 这种全球性的这种疫情 这绝对是一个重大危机 有办法在两三年之内 带领台湾能够平稳度过 所以有经验 行政力的非常重要 国总我怎么看 刚刚也提到 这个有关医疗部分 像高黄安 如果说是病急乱投医 比如说该不该住院 是听克批的 或说舍尽求远 新竹也怨不去 跑去三峡 到时候如果危机发生的时候 是会把新竹是搞了天下大乱 在台湾这几十年来 尤其是工商企业界人士 敢站出来讲真话的 确实是很早 所以我为什么对曹总表达佩服 虽然他以前从来不讲这些 现在是年纪大了 必须要讲真话 以前我们在采访 曹总的时候 大部分都把他焦点放在他的私生活上面去 没有想到说他最政治的这种理念 非常的强悍 这个是我很出乎意料之外的 但是有一点 不管刚刚他在讲讲万安也好 讲高红安也好 他是以他的企业的经验 如果这么年轻的人 人家嘴上文化 办事不老 这么年轻人 你没有行政经验 没有这件事 你不知道大事你怎么应付 这是他的经验 你也告诉你的 但是有个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希望曹董能够跟我们说清楚 为什么他这次跳出来这么严厉 如果票投国民党 等于就是支持中国统议 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我个人的解析是这样子 现在习近平 中国的习近平 他们对台统战 对台小组 以及统战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什么 台湾是号称民族 台湾人喜欢选举 好我们就来跟他选举 我为什么说挺绿 因为绿得很清楚 我就是争取鼓虑 对不对 你男的就是永远很暧昧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鬼鬼祟祟 那讲完我就觉得鬼鬼祟祟的 对 不要投票给他拜托 你不要每天猜这些人在盖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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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